男人把红绳套在妻子脖子上要玩游戏 妻子露出一个心领神会的笑容 红绳划过戒子迷醉的面容 绳头被丈夫叼在嘴里 后面的是很无聊没什么好说的 游戏结束后戒子沉沉睡去 却突然被人叫醒 他迷迷糊糊起身 眼前的却不是丈夫的脸 咱就是说粉色兔兔面具还挺有童心 歹徒拿起床头玩游戏用的红绳 把戒子绑去了客厅 原来丈夫已经被绑成了粽子 这下真的要玩完了 歹徒在房子里翻找了一通 只找到几百块钱 于是拿着刀逼问丈夫钱和卡在哪里 他却说自己不知道 家里管钱的是戒子 还主动提出让他带劫匪去找 戒子难以置信地看向他 你小子四手五路都不能算个人 但面对歹徒的尖刀 戒子只能顺从地带人去拿了钱和卡 被逼问密码时他犹豫着不想开口 丈夫则反复劝他说出来 这态度放旋一片里都会被怀疑是他顾凶 戒子终于还是妥协了 得到密码后歹徒连忙去取钱 另一个留下来看着夫妻俩 可是他看着美艳的戒子便起了不轨之心 开始动手动脚 这下戒子不愿意去从了 他奋力挣扎间叫着 但是无济于事 丈夫却只是隐隐叹息了一声 别过脸默默闭上了眼睛 好在歹徒没有伤二人性命 戒子夫妻俩报了警 第二天警察前来调查 丈夫语气平静地轻点着财产损失 昨晚说不记得卡的位置和密码 现在丢失的每一点财物都记得清清楚楚 毫无疑问昨晚他在撒谎 对于戒子来说 丈夫平静地过头了 好像真正因昨晚受伤的只有戒子 他看着绑匪施报时所在的沙发 听着丈夫没事人一样的声音 觉得头晕目眩机遇作呕 戒子反复清洗着自己的身体 想要抹去昨晚经历的一切 又昨晚想起丈夫出卖自己 崩溃地哭了起来 接着夫妇俩去警局做笔录 丈夫说自己是半夜起来上厕所 听见客厅有动静前去查看 便看见两个持刀的劫匪 他主动提出愿意交出财物 只要别伤人就好 但是夫妻俩都没有提及戒子被欺负的事 从警局里出来 两人找了家餐厅吃饭 经历了那样的事 戒子怎么可能有胃口 丈夫还自顾自边吃边说着他的猜测 我觉得这个保姆肯定有问题 我当时明明把门给锁了 保姆跟劫匪会不会是一伙的 面对失魂落魄的戒子 他还脸蛋笑意地说 回家好好睡一觉啊 就会好的 好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戒子终于忍不住问他 两个劫匪都是小个子 其中一个还是瘸子 为什么他却束手就擒了 还有一句没能说出口的话是 怎么就看着我被欺负了呢 丈夫还是那句话 他们手上有刀 对不对 戒子只能再度沉默 说自己希望丈夫能不顾性命反抗 就会显得自己太不理智 而且把丈夫的性命看得太轻 可是这件事就像一根刺一样 日夜扎在戒子嗓子眼 他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还出现了幻觉 仿佛回到了那个夜晚 两个矮小的歹徒就在客厅 他拿起高尔夫球杆用尽全力反抗 而这就是他希望丈夫做的 他剪碎了那根游戏的红绳 就好像剪碎了对丈夫的信任 丈夫眼睁睁看着妻子被侵犯 却没有奋起反抗 只是沉默地闭上了眼睛 两个歹徒心满意足地离开 丈夫庆幸于保住了小命 而且第二天就恢复了过来 像个没事人似的出差了 只有戒子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丈夫的束手就情让他耿耿于怀 每天都心神不宁 他也不好直接怪罪丈夫 只能每天精神内耗 好在两个歹徒是新手 很快就落网了 经过一番审讯就一五一十都给招了 原来家里的保姆和他们是一伙的 三个人理应外合才轻易得手 戒子也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两个歹徒跟他差不多高 一个还是瘸子 丈夫接近一米八 每天都去健身 却还没看到歹徒的刀就投降了 连小姑子也觉得窝囊 戒子心中的不甘越积越重 于是又问当警察的朋友谢高 如果是他会怎么做 谢高说自己可能会奋起反抗 也可能会像他们一样妥协 没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戒子继续追问 如果待会两人从这里走出去 就遇见两个劫匪怎么办 可是接下来一句让戒子变了脸色 这明明是戒子想要的答案 却更让他失落 因为丈夫并不是这么想的 别扭的戒子又想为丈夫找我 问如果在劫色之前就妥协 然后被捆住了怎么办 对方哪能懂他这千回百转的女人心 他现在只想干饭不想继续聊了 晚上丈夫开车接戒子回家 他心里介意却又怕表现出来 于是假装不在意地笑着说 丈夫一眼看出他的小心思 脸色不耐烦地停下车 你小子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就欺负戒子没办法拉近度调试吧 戒子当时睡得沉 根本不知道真假 此时只觉得理亏 但是他也有办法 千方百计求谢高帮他找两个歹徒的口供 他一定要弄清楚丈夫到底有没有反抗 朋友终于理解了戒子的想法 他不知道戒子被欺负 只想让他快点放下丈夫没有反抗这个心结 于是虽然知道丈夫在说谎 还是含糊七次没有戳穿 还提醒戒子 可是戒子没法释怀 当时面对歹徒逼问密码 他还多次用错误密码拖延时间 丈夫却反复催促他说实话 而且坚持自己不记得密码 让戒子承担风险 感情一旦出现了裂痕就难以弥合 如同戒子家被歹徒划破的沙发 星宝姆不知道这沙发好几万 随便找了个鞋匠给打了个补丁 丈夫大发雷霆 是啊戒子比谁都知道 破损的真皮沙发不能简单缝补 失去信任的婚姻也无法恢复如初 女人瞒着丈夫打掉了孩子 可是只包不住火 丈夫还是知道了 一直想要个孩子的她完全接受不了 选择了和戒子冷战 然后打电话指丧骂怀 晚上也睡在沙发 戒子主动求和 解释说自己吃了感冒药还做了胸头 担心会影响胎儿 但丈夫记得很清楚 戒子的胸透是60天前做的 那时候还没怀上呢 你杀了他 他不理解感情很好的妻子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很自然地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 戒子觉得无比可笑 他的确是不想生下丈夫的孩子 但是因为他无法释怀那个夜晚 丈夫面对歹徒束手就擒 甚至眼睁睁看着他被侵犯 他已经无法再信任丈夫了 为了搞清楚丈夫到底有没有抵抗 戒子一次次询问当警察的朋友谢高 对方不希望他继续纠结 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一只猴子发现石头下有一条毒蛇 当时就吓晕了 但是每次路过那块石头 他还是要翻开看一下 于是每次都被吓晕 戒子此时就像那个猴子一样 你不要再去研究那个究竟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这样很折磨人你知道吗 戒子没办法让这件事过去 他和丈夫已经回不去了 甚至和丈夫接触都让他觉得不自然 丈夫给他戴上新项链 转头他就摘下捏在手里 这下因为流产的事 夫妻俩关系彻底陷入僵局 所以戒子的生日是和谢高过的 他的精神憔悴 谢高便知道他还耿耿于怀 于是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警察回乡探亲 穿着警服就上了火车 结果遭遇了持枪的劫匪 他没有反抗 而是做出了和戒子丈夫一样的选择 连劫匪都得意的阴阳怪气 最后全车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那个警察成了众矢之地 乘客们无法接受他的懦弱 面对劫匪他们唯唯诺诺 面对警察他们重拳出击 全车人都涌向他拳脚相加 而且将他的警号公布了出来 报给了个大媒体 他一夜成名 你宁可看到一个烈士 也不愿意看到 你英雄梦的破灭 那个警察想要逃离那块石头 但总有人提醒他看看那条毒蛇 他永远也无法解脱 戒子终于被说服 他想再尝试从那天晚上走出来 丈夫也放下了戒子流产的事 带着鲜花来接他过生日 他们一起去按摩院 夜晚再一次拿出了红绳玩游戏 但是戒子的眼神却是空洞的 也许能找到和当初一样的绳子 在相同的房间 有一样撩人的夜色 但他再也无法享受了 最终戒子还是选择了离婚 离开了丈夫 他终于不再试图翻开那块石头 可是那只无法释怀的猴子不是他 而是谢高 那个警察就是他自己 刑警队麻烦下班的谢高带路 面对和当年一样持枪的劫匪 这次他却义无反顾冲了上去 歹徒直接开枪 而谢高重伤不治 他终于成为了那些乘客期待的英雄 得以光荣地死去 那只愚蠢的猴子 还是死在了毒牙之下